我们来看一下有关 就是说我们这个课程大概概括几个方向 我们会是从试算表 就是Excel的函数聚期到VBA 然后下半段的部分会讲到有关可能网络爬虫 那爬虫部分的话 我可能会用比较当下 可能比较稍微不会太理论性的 跟生活有关于像政府的开放资料 那政府开放资料其实非常多 目前大概有六万多种 举凡就是交通 治安 还有什么呢 什么跟生活 甚至像什么U-Pi 有没有像那些等等的相关资料 其实都有 我会先用治安好了 治安可能比较有感觉 或者是交通 哪边车祸的事故率最高 统计 然后可以做练习 那你刚刚开始你又想说 老师我要怎么 其实很简单嘛 你到底想知道什么讯息 因为以前到底台北市的治安好不好 大部分你都是从新闻媒体得到的 可是有的时候政府已经有开放资料 就是告诉你说 治安的一些数据 那你只要的嘛 去统计就好了嘛 你就知道你不需一定说 而且这是一手资料 不是经过媒体 它的包装之后得到的结果 那相对的 会是更精确的 那而且你可以去分 比如说不同的区域 它的治安状况如何 是增加或减少 它有一点呢 就是说从科匹上任之后 到底台北市的治安 变好还是变不好 怎么知道 你说Google一下 Google下什么 科匹空一格 治安 对不对 那一定会跑出很多文章 但是你会发现 因为政治有那个不同的背景 其实媒体也有了 所以如果你讨厌他的 就会是正 讨厌他的就负 喜欢他的正 但实际上我们可以从一些数据 有没有 比如说历年来的 就是什么 协盗安全 到底是增加还是减少 还有就是说像 所以你在那个开放资料里面打 协盗 他就有住宅窃盗 汽车窃盗 机车窃盗 抢夺 等等的一堆 那就是一个数字 那你可以拿来分析比较好 但问题来了 你要分析 那你要有工具 你总不能说 你用人工的方法来做 所以最好的工具是用Excel 当然你也可以用Python 只是相对起来 就是Python跟Excel最大的差别 其实也有一个 就是所谓的视觉化部分 因为Excel看得到 有没有 你可以用滑鼠键盘点 但是Python是看不到的 它所有东西都用程式去把它写出来 而且它存资料 它也是存在记忆体里面 记忆体你怎么看得到 所以看不到 如果你要看到东西 你要把它什么 print出来 非常麻烦 但Excel是马上看得到结果 所以我是觉得以友善程度来看 当然VBA会相对的比较友善一些 OK 但不完全 因为Python有一些优点 就是它外挂特别多 所以也许这个可以节长补短 那我们这个课程我大概说一下 主要就是说会分成大概几个方向 不外乎就是我们可以从函数再到VBA 然后这里会提升一些难度 从基本函数再到高阶函数 所以这边的话也许就是说 渐进的 这个函数再到VBA 然后再到高阶函数 聚集录制 再到VBA 那聚集录制要怎么录制 我刚才有特别提到 它其实就是什么 Excel帮你写出来程式 所以你录制之前要彩排一下 你不要乱录 OK 录完之后一跑 结果Bug出来了 所以很多地方特别注意 录制聚集的时候 要注意什么 滑鼠跟键盘 尤其是滑鼠的位置 如果你放错位置 录制出来的结果 那一定会出错 不过它录完之后 其实就会产生VBA 其实你录错之后 有几个方法 要不然你就重新NG的重来 有点像录影 错了重来 不过另外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说它录完其实就是程式 那你可以看懂哪里错 自己修改一下 可不可以 另外的话录制之外 可能还可以在上面加一些注解 就是说看不懂的程式 你可以在上面加一些你看得懂的说明 然后可以帮助你阅读程式 然后面的话会加上有关网络爬虫 不过爬虫以往的经验是因为蛮难的 所以有些同学可能会比较跟不上 所以我尽可能找相对可能比较基础的爬虫 然后再配合所谓的枢纽分析表 因为要视觉化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配合所谓的枢纽分析图 把那个表变成枢纽分析图 那这样的话很快就可以看到我们要的结果 所以这个部分大概跟各位说明一下 然后简介一下 我自己的话就是说 刚刚我跟各位提到 其实学校会找到我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你在网络上很容易被找到 所以关键是如果你打吴老师的话 以前是排第一 我好像现在排第二 因为第一已经被打麻将的老师 也叫吴老师 他排到前面去了 那再来的话呢 所以好像排第二就是我部落格 那我部落格上面已经有 至少上千篇的部落格文章 那以前是还蛮成语比根的啦 反正你上课有什么就把它写下来 上课有什么把它写下来 写久了之后发现也会有很多人想要看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说 之前有创业经验 我YouTube频道 因为目前好像37K了吧 然后之前有曾经创业的经验 有五年的执行长 他那时候拿了一个金锋奖 那其他的话呢 就是在现在主要在学校 在企业担任顾问 然后在学校教一些相关的课程 所以我的背景可能不是走学术的 大部分还是走实际上的工作经验 所以有些东西我可能不太喜欢 跟各位讲 可能不太讲太多理论 不是说理论不重要 而是说理论 我想你们程度都自己看都没问题 但是我发现 很多人看得懂但是做不出来 很多人看都没问题 但是做做不出来 尤其城市 所以我可能会把重点摆在 就是说教你怎么做 写出来的最重要的 算是一些什么重要的技巧 技巧的一些分享 经验分享 那其他的话还有在业界 也有担任一些内训的一些 讲师工作 之前有帮像统一证券 全球人寿 中国人寿等等 那一些奖项 那其他的话还有我的证照 我的证照有三十几张 各类证照 像最近拿的叫Pow BI 还有像Python的证照 那你说老师你干嘛去考 老师就是要先考给你们看 我才知道说怎么教你们吗 还有告诉你说考证照有没有用 但为什么考证照有没有用 有用 当然这个问题 其实我跟各位讲 这种东西就是 如果你一张证照都没有的 你一定觉得说 一点用都没有 对不对 如果有很多证照的话 他也不一定觉得有用 但是有时候像我的想法是这样 我会去考证照 并不是说我会care用跟不用的问题 我喜欢我就考 有点像我去收集宝可梦 你说玩那个宝可梦 好不聊 干嘛抓怪人干嘛 就喜欢嘛 对 你看看来我都抓一下 抓到了我就很开心 OK 所以有的东西 其实你不要去想说用跟不用 你只要开心就好了 就像说你要去做一件事情 哪怕薪资很高 但是你做的不开心 我觉得你会考虑嘛 对 最重要是开心 还有那种像很多人问我说 你为什么之后念一念 念一念那个 就是文学院之后 都没有往那个方向 你会不会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会有怎么样吗 而且很多人的问我问题 其实我以前都没想过 为什么你会跨到另一个 其实我 以前从来没想过 后来想一想 对那就是喜欢嘛 喜欢最重要嘛 OK 好 那再来的话呢 其他还有就是参考书籍 我建议各位可以 看一些有关函数相关的 这一本是四百六八 它其实是范例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OK 其实我还蛮喜欢推荐 大家看这相关 最重要是实作 说真的 本作在学习上面 我看了一堆书 像之前好像我这个 其他 像那个推广部上课的时候 学生很喜欢拿书来问我 说老师这本书我看了 有没有用 后来我发现 跟他讲说 我翻了一下 发现 这本书 我 对我看 对我来说 比较好用 因为我看了懂 所以后来他看不懂 所以他后来就把那本书送给我 OK 好 我是觉得 有些书的话 最重要还是 你要把它做出来 为原则 其实你会发现 坊间的书籍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你看完之后 也许你都看懂了 但是你还是做不出来 因为其实很多东西 是需要有一些技巧的 那我们后面会跟各位分享一些技巧 那未来 为什么要学程式 其实我跟各位讲 未来其实很多产业都跟程式设计有关 像各位看到ABCDEF 有没有 AI 很熟悉 人脸 像相关的辨识 不只人脸辨识 像现在手机基本上都有人脸辨识 然后还有像电动车 还有像什么 金融科技 其实数位金融 有没有 Fintech 所以基本上 这些东西背后呢 都需要 城市设计相关人才 如果没有这些人才支撑的话 那这些产业是做不出来的 那刚好台湾有一个很大的优势 就是这方面的人才 其实非常的多 而且我觉得台湾有个好处 就是大家都非常愿意分享 而且很多人我觉得 都是无偿的 他会出来做这件事情 并不是因为他能够赚多少钱 而是觉得 好像这里需要我 我就来了 对不对 就像说学校找我 我第一线想到 不是说我能够赚多少钱 因为我知道学校中的 也会真的不高 OK 当然就 第一个想到 好开心 我的母校居然想到我了 我居然还有机会 回来贡献一点力量 想到就觉得开心 第二个的话 应该二十几年没有回来 突然间 想到 又可以回到这里 可以逛逛 以前 曾经熟悉的那些地方 这些还蛮愉快 所以第一天来上课的时候 那心情多么雀悦 对啊 就感觉早点来 然后呢 到处放大就看 对 以前曾经去吃过的那个 定还在不在 然后就会 好像回到这里 有点好像 那个时光倒转 感觉我突然变年轻 那个感觉 这个一个想法 OK 那再来的话 就是说 我们后面基本上 在其中以前 会大概分类一下 就是这些函数的应用 所以今天的话 我们先第一个讲 文字与资料函数 这个部分 那比如说呢 我们待会请各位 先看一下这道题 哪一道 就是说文字与资料 这一个 那比如说呢 这边 我们 以这一个题目来看 那怎么样 最快可以把这个 串在一起 那不是说 这样你用土法练钢的 而是说你必须 知道用什么函数 那第一个问题 就是补几个零的问题 比如说这边的话 你会发现 因为这边 这边你要必须什么 须码跟末码 有个共通的问题 就是说 如果它不足三码 你就要补几个零 有没有 这边的话 因为这个是两码 补一个零 那这边的话 因为是一码 可以补两个零 所以呢 那这个地方有个逻辑 就是它里面一定要三 三个字 然后呢 我要知道这里面有几个字 所以你要必须减掉什么 用LEN 有个函数叫 LEN的话就是算什么 算这个储存格里面的字数 然后呢 减完之后 比如说三减掉这个里面几个 两个字嘛 那等于一 所以你再利用REPT 怎么样 补一个零 把它补到这里来 这样就OK 所以逻辑大概是这样子 可是问题来 要怎么样把这个逻辑 变成一串公式 放在这里 可以让它执行 如果你懂这个逻辑 也可以把公式写出来 那你的问题就解决了 可是如果你 诶 写不出这个公式的话 那你也只能突发炼钢 那很恐怖 所以很多事情 我发现 就是说你会做的人 瞬间完成 不会做的人 所以这个效率 我觉得是 这个真的是差太多了 所以为什么台积店里面的员工 一定要会成事 我觉得倒有道理 真的 如果你没有成事的概念的人 你要处理这么大量的资料 我说真的 你 第一个自己也辛苦 第二个 你的主管也会头痛 这个人到底是怎样 他有在摸鱼吗 好像没有 但他为什么每天在Ctrl C Ctrl V 而且他键盘故障 最多就C跟V 都故障了 他每天在Ctrl C Ctrl V 这是好方法 但不是 OK 所以如果 与其这样 导部他跟 这个HR单位的人说 以后如果你要找人的话 你们一定要记得 一定要找会成事的人 OK 最好能够具备有哪方面 所以 成事设计的素养 一定会放在第一个 其次的话 再去其他的素养 对不对 OK 而且甚至会考试吧 我觉得慢慢也会考试吧 通过之后再进到下一关 所以如果假设 你对于某些大企业有憧憬的话 我觉得都必要 OK 所以请各位先想想看 怎么样把这个部分先完成 然后待会 另外的话你可以切到REPT这个页面 想想看 这个如果说 比如说销售量呢 超过100笔给一颗心 200笔给两颗心 所以这个当然 如果还可以刚刚这样 Ctrl C 有没有 然后这边Ctrl V一颗心 这边两颗心 这边四颗心 这边没有心 这边四颗心 但问题来了 如果这边还好只有五个人 如果五万个的话呢 对不对 你做一个早上都做不完 可是 如果你会REPT函数的话 这个大概一分钟就完成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那其他还有left right LEN LEN的话就是像什么 算几个字 根本证字还没有打错 或者是性别 性别可能要再加一个 叫mid mid有没有 这个mid什么作用呢 就是举中间这个字 因为身份认字号的第二碼 是性别 所以你要先怎么样 用mid的先取第二个字 再去判断说 它到底是一 或者是二 当然 其实你判到一就可以了 因为不是一就二 如果是一 那这边输出就难 反之 是女 那怎么做 OK 那请各位试试看 这个当然是比较基本的 函数应用 好 试试看